好,接著我們要上個東西叫做宇宙的歷史 第一個叫做哈伯大哥 1929年哈伯先生發現所有的星系都在彼此互相遠離 哈伯大哥到底發現了什麼,用了什麼科學原理 我們國中通通都沒有教,上高中才會告訴你 我們國中生只要記結論就好了 結論叫做所有的星系都在彼此互相遠離 不是A跟B靠近,B跟C遠離喔,不是喔 是大家都互相遠離 在操場上大家排好隊,然後上體育課 然後說成體育隊形散開,一散開 大家的距離都變大,班上的站的空間也怎樣?變大 所以由星系都互相遠離,就知道什麼事情 宇宙正在膨脹之中,所以知道宇宙正在膨脹之中 然後,往明天走是越來越大 那往昨天走呢?就越來越小 好,所以我們就知道宇宙是從一小點開始的 宇宙從一個小點開始,那個小點體積極小 溫度極高密度極大,突然爆炸開來 爆炸開來形成了宇宙,這個爆炸跟我們說的爆炸的意思不一樣 所以中文不翻作大爆炸,翻作叫做大霹靂 英文講義上有寫BIG BANG 在這裡感謝韓國人幫我們教天文 BIG BANG 那個BANG就是那個手槍擊發的聲音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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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聲音,突然間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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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互相遠離,宇宙沒有中心點 沒有所謂的宇宙中心,大家都是中心 每個地方都是宇宙中心 宇宙沒有中心點,宇宙沒有中心點 根據它膨脹有多快,就是它收縮有多快 我就可以推算出宇宙有多大 所以根據哈勃定律,我可以算出來宇宙到底年齡有多大 就是所謂的大霹靂學說,宇宙從一小點開始的 那麼在這凳在開的過程中 一開始形成了最簡單的元素叫做氫跟氦 然後才開始再有一些別的東西出來 這個排量的多寡叫做元素風度 元素風度是大霹靂的證據之一 可是國中不這樣子教 國中就只告訴你,宇宙中含量出的元素是誰? 氫跟氦,你把它背下來就貴 宇宙中絕大部分的東西都是氫跟氦 因為一開始爆漲的時候 只會形成最簡單、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氫跟氦 然後這些分布並不均勻 所以有地方比較多,所以引力就比較大 就開始收縮、聚集、旋轉、巴拉、巴拉、巴拉 就構成了所謂的星系 星系分布也不均勻 所以也有人會這樣收縮、聚集、巴拉、巴拉、巴拉 就構成了恆星在那邊發光、發熱 這個重點,為什麼恆星會發光、發熱 核融合 理化就快要上到 理化就快要上到核融合 所以前面說什麼叫恆星 恆星是會自己發光、發熱的星 那請問你恆星靠什麼發光、發熱? 靠核融合 考試考你 下列敘述、核者正確 太陽是恆星 太陽的發光是靠化學反應 錯 太陽發光是靠什麼? 核融合 核融合、核反應 所以這是要記得 然後核融合就把那個氫的元素融合 變成大的與重的元素、大的元素 這我講過 理化就要教到 會跟你教什麼叫核融合 就是告訴你 我們整個恆星為什麼會發光、發熱 OK 有問題嗎?沒有